政府專家顧問許雪昌說,本港疫情仍然嚴峻 認為農曆失眠之前都不應該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又呼籲市民在農曆廉價,避免舉行大型聚會 當你看到昨天有100多個個案,有40多個個案是源頭不明 這個已經反映社區有很多隱形傳播鏈 在這個時候,我相信政府是不會放寬這些措施 其實現在的現行措施已經很嚴謹 最重要的市民就是農曆年期間盡量避免搞大型聚會 因為你看到以往幾個長假期,一多人出街,多人又聚會 社區、家庭爆發都可以風險很高